暴雨中闪电闪个不停 黄色泥水像瀑布一样从阶梯流下 连夜暴雨轰炸南韩中南部 中青沁北全罗道等地 农村地区河川暴涨 淹没房屋半层楼高 导致18位居民已度受困 中青南道的一间办公大楼 地下室也被淹没 导致有一名男子受困电梯 不幸死亡 还有一名四十多岁的女子 虽然在洪水中逃出车辆 却不幸被急流卷走 下落不明 另一名五十多岁男性 则是因为住家后方挡土墙坍塌 遭活埋死亡 南韩当局在周三凌晨三点 已将暴雨地区的土石流警报 上调到严重级别 中洲大坝今年也首次打开闸门 每秒泄洪一千一百吨水量 江湾和大附120mm 知名景点东京铁塔 也被作为避暑场所 好消息是梅雨封面正在逼近 预估接下来几天气温下降 日本民众终于能从热浪中喘口气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